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立文 先来关注今日地则新闻 金马轮和柔佛地区的菜农近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他们的生计受到了蔬菜产量过剩和菜价暴跌的影响 异常炎热的天气正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会长林世伟受访时表示 柔佛州的菜农以减产措施来面对产量过剩的问题 他指出,炎热的天气导致蔬菜种植季节的变化 这使得农民们在种植季节后面临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从而导致了菜价的暴跌 他同时提到,政府在2022年批准引进的合法外劳 也增加了劳动应供应,加剧了产量过剩的问题 他表示,炎热的天气导致了水源减少和虫害加剧 给菜农带来了进一步的困扰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一些菜农采用了预冷真空技术来延长蔬菜的保鲜时间 然而菜价的下跌和高昂的生产成本 使得菜农的收入大幅减少 一位来自乌鲁地南的菜农吕正明表示 菜价下跌导致了他们的利润锐减 甚至一些菜农无法维持生计 面对这一困境,一些原主选择将生产工作承包给工人 使得工人可以从高产量中获得利润 而原主却难以盈利 他认为,近期的雨量能够缓解之前炎热导致的缺水隐患 但是菜价下跌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除非出现持续一至两个星期的恶劣天气 导致水源短缺,菜农不得不减产 又或者虫害失控严重影响产量 否则菜价很可能仍将维持在低谷 再来关注令则新闻 新山彩虹花园阿比亚一路供需阻塞问题年复一年 不仅传出恶臭,还导致蚊虫和蚀患的滋生 给商家和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咖啡店老板黄世新受访时表示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该地区长达30年之久 而私下清理沟区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必须由当局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 例如展开拓宽挖身趋身的工程 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困境 商家们曾尝试私自解决问题 自费找人清理沟区 然而这些临时的措施往往只能短暂的缓解问题 不久之后,沟区便再次阻塞 商家郑兰箴指出 污水漫出沟区表面 尤其在天气炎热且多日未下雨时 恶臭更为明显 他还提到沟区的趋身过浅是导致阻塞的原因之一 商家们已经多次向当局反映这一问题 但至今未见实质性的改善 林先生表示 在大选前曾向相关单位和人民代议室反映情况 然而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 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 新上任的市政厅市议员黄丽云德表示 上任至今尚未接到商家的反馈 但承诺将会跟进此事 再来关注令则新闻 柔佛州大臣拿督汪哈菲兹强调 州政府致力培养年轻领袖 为柔佛州的发展做出贡献 他昨日在主持柔佛州学生领袖理事会论坛 柔佛学生特征计划 及跨族群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幕上 称赞柔佛州学生领袖理事会论坛 为了培养学生领导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同时推动柔佛学生特征计划 以提升学生品格 他还宣布州政府将拨款50万令吉 支持跨族群文化交流活动 以加强州内各族之间的互动 促进团结精神 他也期望这些活动能够为年轻一代 提供新知识和启发 并鼓励他们为柔佛州的发展做出贡献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州日报新州网